新竹的知名景點 新竹的知名景點 也是曾經的八景之一 那我們今天是前往新竹的青草湖 那青草湖在百年以前 它其實它是一個湖泊 那後來民國政府結束之後 開始發展工業 那工業這個時候 把這一改變成水庫 但很不幸的是水庫很快就淤積了 就上市它原本的灌溉跟蓄紅工人 那我們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走這裡步道 走一走看看這邊的風景怎麼樣 我們開車橋在附近的停車市場 那環步道附近後面有一些停車可以停車 收費一小時大概20塊左右 那夏日是非常熱門 如果要有找到比較好的位置的停車位的話 呃建議要早點到 不然這邊好的位置 很快就停滿了 你不去走不更遠的地方 走到其他地方囉 那我們的時間落在是 今天的下午時段 所以陽光不會太亮 但很快就天黑了 因為畢竟那時候已經是 升秋的時候 那我們知道這個 青草湖中間其實有一個島嶼 那我們透過這個映月橋 然後走過到對面的島上面 它叫湖中島的概念 那這個橋啊 其實不然完全是一個 這個東西有一個福島 呃 東式古橋 它有點融入西方的風格 所以它看起來不像是拱橋的樣子 但實際上有點有拱橋的弧形 那這座拱橋其實可以分左右兩側 一側是滑那個天鵝船的地方 另外一側是水池保護區 那以前在這裡的 湖畔的其實比這樣大得多 然後淤積的啊 變小了 就平時看到現在的樣貌 下午時間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湖畔上有一些 天鵝船 可是我就習慣這樣 就要鴨鴨船 在上面的活動 這邊 有興趣的親子活動的話 可以來這邊住個 呃 天鵝船來這邊滑行 湖畔風光 那我們 將前往的是 這裡的 島中央 看看這島中央 是什麼樣樣子 天鵝船 可是我習慣叫做鴨鴨船 這是一個 簡單 呃 濃郁劑的這種稱呼 啊 天鵝船啊 其實它有分兩個種類 一個是 全是靠人的動力去推動 另外一種是 另外一種是 靠 電池的動力去推動 持續電方式 一個電動動力 這兩種方式 價格不一樣 你可以到那個 烏龜台看到你這裡的價錢 跟 呃 租人的時間有多長 那船型其實變化蠻多 我今天看到 除了 天鵝船之外 還有什麼龍船 就蠻奇妙的 這種 船有大跟小 也適合家庭科 或者是 情侶之間的 呃 休憩使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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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 島中 叫羽飛島 所以島上面 好像有一種 寺廟這種 感覺 那我知道他附近有一座 佛教寺院 所以他帶有一種 佛教寺院的風格 嗯 島中央環境清幽 人潮也不會太多 大部分人來這邊休息喝個水 然後看一看走一走 就會往 呃 外圍環道走回去了 然後走回 外圍環的 步道上面 對啊 對阿 這裡湖畔生態豐富了 其實我之前去過寶山水庫 我覺得他這邊跟寶山水庫 都一樣 這個樣貌跟大小其實有一點點像 生態樣貌其實蠻像的 對 我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邊蚊蟲還是有比較多啦 如果你要避免被蚊蟲叮咬的話 記得帶防蚊噴霧喔 這邊有很豐富的生態 勢必有一些蚊蟲的滋生 畢竟是水的區域 對面是寺廟 但是過地球上面有特別標記 這十一散你可以透過一些 開放地圖看到那是什麼樣的寺廟 旁邊的是煙坡大飯店 以及他青草屋特的萊莎霸 他已經失去的水庫工人 但是你可以成為一個 風景 那我們要玩 烏炭的另外一車走一走 他整修之後呢 他看起來變成平易近人 他旁邊有個小土球 可以爬上去走到那個觀景台的方向 那我們事不宜遲衝上去 看看這個小土球上面的 樣貌是怎麼樣 從居高零一下的角度 看看這裡的虎盤風光 到最高點的時候他有一些 祭祀碑 他已經有一些風化了 喔 那我們直接走下去 準備繞了 湖盤半圈 或是一圈喔 那我們來旁邊的觀景台看一看 這是 比較高地的這個瞭望台 那從那個角度看到 湖盤的一部分的風光 我們走到浮橋的 另一側 就是靠近停車場的地方 那這邊是連通了 我們要從 就是你要玩鴨鴨肘或天鵝船的 那個燈船處的方向 那我們從這個角度看到 我們剛剛來魚飛島 這步道好處 主要是他有設施這個 自制型步道 那旁邊有一個收備停車場 這裡的停車真的蠻多的 那我們推薦的是 就是青草湖旁邊賣的香腸 但是附近沒怎麼吃的 那來這邊吃一個香腸 口味就是 中規中矩啦 天黑之後呢 這個燈色亮起來 別有一種 傍晚的這種美感 那天天氣真的很不錯 所以這種點亮起來的時候 感覺是非常舒服 一些愉快的感受 那用相機拍起來 你會覺得哇 這裡感受就是一種 可以在夜間行走 那種非常安全的感覺 那我個人覺得說 這個青草湖 它可以花兩個小時的時間 來這邊行走遊玩 當然 這附近的話 可以搭配其他景點 進行一些旅遊上面搭配 如果單獨只是來這邊的話 是有點單調的 因為這邊 蹲走完一圈 大概三小時以內 啊 晚上 百天都可以來這邊行走 那雅各今天 分享到青草湖的那種 探索旅遊筆記到這邊 如果喜歡雅各的影片 歡迎訂閱或點讚 那我們 您 次見囉 掰掰